保下注 对手也是合理的用他的数学体系选择了一个绝对防御 对不同的下注尺寸用不同范围的排力去防御 这也是一个德州扑克的基础理论策略 我们现在重新来看一下 往左依然领先拥有217个前注 排名第二的是来自美国的Hexem 也拥有超过200个前注 在我们短牌的扑克游戏中 是没有大忙和小忙的 每个玩家都必须下一个前注 而在Johnwell的玩家是下两个前注 那是个Hollywood的玩家 那是个Hollywood的玩家 我认为Skot Zero会很高兴 噢,他会吗? 我认为Skot没有这样做到我 我认为Skot没有这样做到我 我认为他做到别人的玩家 我认为他做到别人的玩家 是在我吗? 是 对 对 可以看到Johnwell的Hexem是直接手持 他这里可以看到 面对前置位的Ling Johnwell的Jason Combs拿到了一队圈 这边选择加注到9万 9个前注 Pagoski这里只要跟注7万 就可以看到一个21万的底池 Pago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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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比较大的C-Bet 这里Pagoski要考虑的是 对手的踢脚 是否是比他的大 如果击中K的话 对手的加注范围里面 有一定的AK 当然也包括圈圈这样子的长车牌 他选择跟住 造了转牌 来到一张A 他在前置位 也选择思考 这张A 好 两位玩家都选择给我牌 那么在合牌出现一张10的情况下 Jason Kong应该也知道 他的牌目前应该是落后了 因为前这个玩家 在他的flop对他 跟住preflop的范围里面 flop又跟住了他的 持续下注 很有可能是中了K 中了10 那么中K的是 在flop这已经超过了他 中10的也在合牌超过了他 那么他在这里是选择放弃 这个比赛 暂时是60 我现在这个比赛呢 我们知道已经是买路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看见 这右下角显示的是81手买路 然后我们现场是 还剩21位玩家 那这前圈应该是 12%到15 那因为昨天的50万港币买路 是9位玩家进入前圈 然后呢 首排是买路的一样 也是81次 那应该想象是 前9位是有奖金可以拿 那么这场比赛的报名费 所以是整整100万港币 那么奖匙里面应该是 有超过8000万港币 在我们的比赛中 一般性 我们的冠军是可以拿走 整个奖匙的20% 那我们看见 现在在这个翻牌 Yaking用中的是中队 一对八 然后呢 在转牌这里 David Peters 他超越了中了一对9 这两位玩家选择购牌 那在这盒牌 这个面是 5、6、7、8、9 因为我们知道 这A是可以当作5用的 在这样子一个面嗨的对局中 后置位的玩家 是拥有很大优势的 那么来可以看一下 就排两位玩家会如何抉择 在12万的底子中 他可能要下一个超池下注 这里是下注17万 可以看到我们的皮特斯打得非常的好 这一个17万的下注 给对手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虽然在牌面上是已经出现了顺子 他的手里还是有10的可能性 甚至有10勾 选择跟住 好 我们的WAKING勇士非常的非常的坚决 面对对手这样子一个强势下注 依然选择跟住 那这边我们现在是还剩18位玩家 那在18位玩家的情况下 他们需要再拆桌一下 然后呢 我们应该会是两桌 9人的桌子 他们是打6人桌对吧 那马上会回来 大家不要走开 休息五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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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no friends, you have no enemies, you only have teachers, and on the day we crowned a new No Limit Hold'em 6 Max Champion, we witnessed some world class lessons. których不通过你就无法知能 challenges. 例如东 후�і wife, 今年他已 in 0-20, 当遇到这样冷杯的情况下 那么这手牌翻译壁的结果将直接导致我们 final table 第七名出局的玩家 可能是他们两个的其中之一 因为如果许亮输了这个翻牌 那么他将被直接淘汰 而如果Soyza输了这个翻牌 那么他也将只剩下 寥寥无几的筹码量 大概只有两个大忙的筹码量 这是一个高张买花面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现在许亮暂时领先 Michael Soyza一点点 对 两位的成败比目前对调了一下 许亮微微领先 好 转牌 对Soyza来说 暂时还是安全的 那这边我们看见 许亮的 依然有13张奥子 还是有30% 对 我希望和牌人能发出一张 一把汗 那非常的遗憾 我们的场上唯一的中国选手 许亮是 遭到了淘汰 非常的可惜 在最后一手牌的处理上 他没有做任何的错误 我们看见这个比赛上 我们看见这个比赛上 T-Bias Go-Bias 全球是全狗欧 22加 那这里 Jason Kun 在枪口位 O-In 圈十 然后呢 这里 Soiza 在 Hijack 会 拿到了一对四 再考虑要不要扣 那 Jason Koo 在这边 现在是十个大忙的O-In 那这里 我们看见 Brain Kenny 手持的是一对九 也是非常大的底牌 然后看见这里 是四十五 五十四 这两队的领域 可以看到 在 UT 级的位置 圈是同色 圈是杂色 是一手 挺边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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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幸 我们在这里 开局 Jason Koo 淘汰出局 然后呢 Brain Kenny 他几乎有翻倍了 现在我们是 还剩五位玩家 这 Jason Koo 出局为第六名 这手 挺边缘的 看下这手牌 一个四百万的礼石 一手 挺边缘的 就是一手 挺边缘的 你 要是一手 挺边缘的 是一手 挺边缘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 是一手 挺边缘的 啊 四百万 我看这个打不到 是一手 挺边缘的 我觉得一手 挺边缘的 這一個大帕呢? 目前看還算不錯 那這樣子 圈石只剩下19%的權益 而且沒有什麼後門花的機會 對 我們可以看到 River 希望頂住 那這樣子 他成功頂住 那我們來自馬來西亞的 Wayne Bangkok 是獲得了第五名 看一看他的獎金是不是 比他手上帶的表要貴呢 304萬港幣 應該和他手上的表差不多 應該是不太夠 哈哈哈哈 現在就看我們的Soyza 能不能Hold住他的SK Soyza在看到對手是AX牌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剛剛就問說 Pair?有沒有對子啊? 他很怕對手是一個對子 因為55開也不是很好 對 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這個翻牌 我們剛剛看到大盲是蓋掉了一個King Jack 目前 沒有什麼影響 那Soyza應該會希望看到一個Diamond 讓對手AX變少 對 或者直接來一張K 來一張Z結束了 對 來一張Go 喔 來了一個Diamond 可是 可是 對 換了一張 換了三張巴掌 都奧斯變成五張了 三張變五張 多了兩張 我們來看這個River 替換掉了他的方片9 沒有 OK GG 那我們 觀眾朋友們 我們現在是在直播現場 也是在藍頂娛樂場 濟州島的神話事件 給大家帶來 現在是傳奇撲克 100萬買路的短牌 那現在我們現場還剩18位玩家 我們看一下這邊 藍桌 是我們的ST上海的王桌 Azac Hexton 哈利波特 Waikin Yon Peter Jetton John Juanda 跟Richard Yon 那在我們這邊黑桌 是 Justin Bonomo 我們要來吃 我們去吃 開箱 如果是 我們可以吃 我們去吃 一個快樂 那这边我们看见父子俩 Richard Young跟Way King Young进入翻牌后 那这边我们看见在翻牌的时候 Richard Young就中了三条七 而这Way King Young呢 他是买中洞 那这边他的卡顺没有到 但是他来了一对钩 你看他给他自己儿子下了陷阱 但是呢Way King他的牌力不强 那也选择了过拍 这边的牌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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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那边的牌力不强 那边的牌力不强 我他们以为他以为他写一路卡顺 那么这边的牌力不强 那边我尽一路欧州 那边的牌力不强 那边的牌力不强 在這邊盒牌,我們有看見Juster Bonomo,他是拿掉了,他現在牌是7分的。 他現在是8、9、10溝,就是桌上的這個順。那這邊Pofar,他是擊中了銅花的牌。那在這盒牌選擇下注275,000的擊分牌。 對。這個牌面對於Pofar來說非常的好,因為他的銅花是隱藏在牌面的一個非常濕潤的面上。 在這裡,Bonomo有大量的,因為這樣子的話,面對他的下注,Bonomo其實現在只等於一個猜密遊戲。 到底是有比牌面更強的牌還是沒有呢?他選擇了棄牌。沒有上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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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淘汰為獎池外,一次是Bubble Boy,然後呢好像另外一次是剛進前卻被淘汰的 對,好像是正好第九名 這邊我們看見有五位玩家進入底池後,翻牌後,然後呢這邊翻牌前每個玩家都是跟住進來的 那在這邊,我們看見June,他是拿到了三條溝 那Paul Foire在這裡是可以買銅花 Pogoski,他零打四萬積分牌,那他在這裡的是兩隊,AA,狗狗,跟10的踢腳 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利位置的時候,Pogoski是放棄了他的K圈買勝 他的那手牌如果他是在有利位置,一個終結行動的裝位的話,他可能會選擇call 好,兩家跟住,我們來一起看到一個三人的轉牌 那這個轉牌給Paul Foire馬上擊中了銅花的牌 我看到延續兩手牌,他都擊中了銅花,牌路非常的好 那前面兩位玩家過牌給Paul Foire 他這裡應該會下注來索取Value 下注9萬,那這樣子的話,如果Pogoski是這裡選擇放棄,那麼三條溝是一定會選擇跟住 然後我們也知道在這裡,June他如果擊中他的葫蘆的話,他的牌力並沒有比銅花大,因為這是短牌 所以目前的情況下,他只有,其實理論上只有一張call out 哇,非常的,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厲害,在這裡選擇過牌之後,直接是在畫面氣掉了他的三條溝 這位玩家打得非常的謹慎 做了一個nice vote 我們可以看到這手牌 在翻前面對一個UTG加2位置的加注 裝衛的深仇碼 往左,選擇用17銅色來防禦 這邊翻牌後我們看見YKing用中的是兩隊 他是這裡是KK,狗狗,圈的踢腳 暫時引力是88% 那這個1K他這邊如果做個繼續下注,是拿下底池的 下注4萬 打開 这边 Richard Young在枪口位拿到A9的牌跟住了2万积分牌 我们看见这里哈利波特 Haxton A7选择了跟住 我们还看不到Jayton的手牌 当然他选择了跟住 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这张桌子上玩得比较谨慎的玩家 所以他的跟住范围应该也是比较的标准 Jawanda在这样子一个底持选择过牌他的手带 口带勾 没有做一个挤压 可以看到经常有玩家会在装卫用这样子强的牌力去做挤压 那是由于在短筹码的情况下 Po里面的死钱比较多 给自己的带来的收益比较大 而目前Jawanda的后手是有110万 7底队的牌下注3万几分牌 然后我们看见他也把排力最强的一队K打走了 那这边只有Jawanda 在翻牌后有Kota跟住了3万几分牌 这转牌带来个10 暂时Jawanda还是领先 那Huxton希望看到的合牌是初期和A Jawanda现在有一手不错的牌力 并且是处在有力位置 那这边Huxton看来需要 他还是转牌选择继续下注 他这边下注了8万5千的几分牌 因为他这里也知道 虽然他有击中一张7 但是他的排力相对于 跟住的对手来说 并不处于领先 转牌一张repeat的10 给这个排面带来了更加惊悚的排面 对手如果这里没有K没有10的话 很难去跟住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Jawanda还是选择了粘迟 很坚韩地选择了跟住 拿着合牌带来个圈 可以嘛这个500万也不是太大 差不多咯 你给你一条命吗 我给你十条命 奖心就听上去很厉害 就没有Rebuylander 然后看见这里Huxton又考虑想继续下注 慢慢慢慢下注 展开之前眼影应该有Shot Shot Shot 他最多的 会让她一开始开始的时候很慢 Huxton知道自己的手牌已经是远远落后 他选择放弃 那这个底持不出意外 一定是Jawanda收下来了 可以看到每一个顶级玩家 在选择合牌的行动的时候 都不会盲目地选择轻易过牌 他都要充分思考 这边Jewanda他手持筹码 他好像想下注 那这个Jew 他是觉得自己牌力是落后呢 还是 应该是落后 对他在这边下了17万5千的几分牌 因为对手如果在合牌选择check的话 反而对手的范围里面多了一些很多有showdown value的牌 一些k一些圈 所以他会觉得他的勾勾在转牌式选择抓对方的bluff 但是在合牌 他是希望对手 如果对手是小于他的牌 他应该会在对手 会在合牌选择继续一枪的bluff 我们看一下外面的这桌 我们这里是有Ramakov和Peters 还有Flink 然后谈讯 然后谈讯 谈轩在实施室内桌的最短筹码 希望他可以来一个double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直播桌上见到他 但即使是最短筹码还是拥有400k 可以看到在目前的盲住阶段 大家的筹码都是比较的深 可以看到我们短牌的锦标赛 互相之间选手处于一个拉锯的状态 那这边我们看见 ST往左在这边 Hunjackway拿到了一对A 在几位玩家的跟注下 他有加注到11万的几分牌 然后呢Cutoffway的Jwanda 用98童话的牌call 可以看到面对一对A 98童色是拥有35%的盈率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Trend 19的翻牌 在这里Jwanda它的盈利提高了 现在是43% 那它这边是可以有买顺 任何勾会带给它顺 然后呢它还是有抵对一对9 在这个湿润面下 其实王佐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这样的面 因为它的手里并没有任何一张草花 那两位玩家都选择过牌 那在这边转牌的时候 我们看见Jwanda击中了3条9 那它现在是有超越了王佐的排领 那王佐在这边继续过牌给Jwanda 其实他拥有一手很强的棋手牌 在面对这样子一个翻牌面 他也很谨慎地选择过牌两条街 控制迪迟 那这里Jwanda呢 他下注了12万的几分牌 那这里王佐继续有跟注 在不立位置情况下 他的口袋A是只能做到唯一的选择 就是过牌跟注 这是由于位置的劣势 给他带来的局限性 这边合牌出了张7 我们看见Jwanda在这里是3条9 那王佐继续过牌给Jwanda Jwanda他应该自己知道 现在他是牌力最强的玩家 那他下注了30万的几分牌 下手也是很重 对 这就是12分钟 然后大概一星期半 但是你会不会看到 你会不会看到任何地方都会发生 但是你会不会看到任何地方都会发生 等一遍 等一遍 可能第二遍 我说是 对 所以王佐不单要判断 对手的范围里面 有没有一些强价值的牌 还有一些bluff 在转牌的时候 是拥有草花和红桃两门狡猾 对手范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破产的听牌 他还要想对手会不会有overplay的一些value牌 比如说A圈 他能不能赢这样子的牌 在对手范围里面 数量是多少 这是他目前在思考的事情 他选择跟住 用他的一对A支付了对手的三条 他选择跟住 用他的一对A支付了对手的三条 那我们现在是Action到了红桌 在这边我们看见枪口位的Floix 跟住2万级分牌 然后呢这里Romaine 与其G加1的位置 然后呢他选择有A勾 在他筹码 比较少的情况下 选择All-In 那这个All-In 也是打了有 49个前逐 非常不幸的是 在这里Jungleman Daniel Cates 拿到了一对圈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亨 我现在过来接一下阿童的班 他今天也是从 一开始直播到现在 那现在接下来的 转播会由我跟Selina 为大家服务 打痕今天有没有过了 重复的一天呢 还不错刚刚去运动了一下 在外面跑了一下 昨天还有网友问我减肥 减得怎么样 我说还在努力中 在冀州岛 很怕不小心胖了 你们一共有多少时间呢 两个半月到5月8号 OK 加油啊 如果赢的大概 大概是十万人民币吧 我们五个人 对对对 够几个把赢的 还不够这边的一个赛一杯 那我们刚才前面有听见 那个 阿杰克斯登 说 哦不是 是Fish 2013 对 他说他现在 暂时已经买入 七百万港币 目前吗 对 然后他说 主赛还没有开始 可是要记得 他上次是他赢了 是主赛吗 对 上次 几千万忘记了 他是两百万买入的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四十多位玩家 啊哈 应该有个三四三千五三千多万吧 对 应该够他这个系列 对啦 够他再打两年 那这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这前三名 一般是就是 奖金比较多的 对 那这前三名的奖金 可以够你买入 同样的一个比赛 好几次 但是你刚进前圈的话 那一般你是翻倍一次 那当然这是 多买入的比赛的情况下 有可能你买入五六手 但是你cash只有cash 两个buying OK 那我们现在回到场上 Roman这边是 all in 25个抵柱 然后戴掉的QQ 对 Jungleman他考虑了 两分三十秒之后 选择弃掉他的一对圈 那这边Roman非常顺利的 拿下了抵制 他也逃过了一截 在短牌里面总觉得 先all in的人的优势 其实比一般的长牌来说 大的蛮多的 那当然也是Roman他退all in的时候 他是有四十九个前阻 所以对Jungleman来说 对是他大部分的积分牌 那听说你在打 EPT蒙蒂卡罗的package 对啊 昨天打了三发都没打到 不过昨天两场 差一点就打到final table 所以昨天算是 他是有几张票呢 昨天有三张 OK 那他这套票是包括主赛买入 主赛买入跟蒙蒂卡罗 最爽的酒店 这之一啊 就因为他们 EPT的会场的那个酒店是 蛮贵的 我记得一碗是四百欧元 那每次我都会希望 我们能打到票再过去这样 因为住在那边很爽 对 很方便 对啊 那个风景也很好 像特别好 对啊 那这边我们看见 有五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那这翻牌前 都是大家有过牌跟跟住的 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有AS 那这边我们看见五位玩家 继续过牌 那这转牌出了一个K 那我们看见也没有任何人中了这个K 也没有人有法去做 大家都动不太了 对 那我看见这边June 他拿底队的牌 看起来 想要试着把这个底子偷下来 开一枪 下注了11万 那这个10万是下得挺重的注 好像是个POD 对 他下了就是买POD的 那刚才底次是11万几分牌 他下了这个注也是11万 那我们这边POD他拿了一队圈 那他是可以买到卡顺 任何勾会给他顺 哇 他拿这个POD来做一个BLUFF 用BLUCK来做一个BLUFF 那我们有看见POD POD再次在转牌的情况下 排力没有对方 这里排力当然是 可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领先 对自己领先 但是他会在这种 会 不是自己很强的牌 做一个check race 他把自己的主挡牌 来当做 对 因为经过flop check 他会读对方手上 手持的牌应该没有那么强 那因为他手上是两张圈 也阻挡了圈钩的组合 那我们有看见 就是这个POD 这短牌里面发挥的非常好 这应该也是一个 比较有经验的玩家 那这边Jungleman Kates 在枪口位 拿到K钩 跟住2万 我们的Jungleman 选择了 S King也是跟着Limp 对 他这边 继续也选择做个埋伏 因为我们知道 AK的牌是很强的 在这边 是完全可以做个加注 那这边 Floir跟Remain 都有过牌 对AK来说 完全没救的一个flop 对 这个flop 对AK来说非常差 那我们看见这边 Kates 他有两张高牌 包括买顺的机会 对啊 再看短牌没有意思 你看那个POD 中了一对8代双头顺 的胜率都不会比他的K还高 对 就我觉得这个短牌里面 你有任何买顺的机会 就算是卡顺都不能放弃 对 因为他的重牌几率是比 像我们在长牌里面的 大概是1.5倍左右 对所以 比较容易重啦 对啊 一张牌3% 多 所以你看你四张牌原本的卡顺 可能是不到10% 然后瞬间变成12-13%这样子 其实就差蛮多的 那这招战士我们的Pau Fua是我们几分牌的领先者 那我们希望他就是这次比赛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因为前几次都有看到他打到比较后面 对 但是呢并没拿到很大的奖金 蛮想看他拿到一个冠军的 对 Pau Fua好像还没拿过冠军吧 然后上次我记得我们的Richard Young 也打到第二名还是第三名 对是 也是一个短牌比赛 那这边我们看见KK 哇 KK 有装上AA 那这两位玩家也都是比较后卫 这边呢Pau Fua是做了一个加注 10万 然后这边Romaine就很happy的 all in 52万6千的积分牌 那Kate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弃掉他的一对A 他会考虑的是 我怎么可以勾引Pau Fua也录这个词呢 当然因为就是 如果是一对一当然应该就对了 那还是要演一下 要演一下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短牌AA的盈利也不是比任何两张牌更好 也知道就是AA对上什么勾施 盈利也只有55%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算是蛮好的状况 那Kate在这边考虑的是他应该做个平扣还是推个all in 那他这里呢选择平扣 哇 AA AKK 啊 非常不幸Romaine看见对方是拿一对A的牌 然后你看波富拿走K 让他少了顺子又少了set 所以这个KK要逆转真的太难 那这里对KK没有任何帮助 他需要的牌还是两张K 那这个转牌给他带来更多的out 那现在是任何A跟9他一个都可以沉顺 那不幸的是合牌是个圈 我们看见Romaine在这里淘汰出局 那现在我们赛场上是还剩17位玩家 那我们现在切到蓝桌 这边看见Way King Young 我们的杨公子 对 还有他的爸爸 对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有这种一天就是譬如说 单挑吗 二十年后跟我女儿一起打比赛 然后我们一起打到单挑 你要好好教训他一下对吗 也是不能放水 那这边Way King在翻牌后 下注4万的几分牌 他在这里中的是中队 我们看见Huxton 他这边是 一对A也是顶对 也是顶对 那这个转排带来一个圈 那这里也没有改变很多 暂时Way King也是 还是一对狗 然后Huxton一对A Huxton一对A 其实Huxton扣这个A9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蛮困难的决定 因为他的牌的成长空间并不是这么的大 可是要去抵抗一个对手的下注 其实在短排面 你有时候我自己本身短排打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一种week kicker的时候 我不确定要抵抗到什么的范围 像比如A9 那假设 我可能 我可能被AC 有可能就盖掉 或者是 要跟到哪里呢 就一个one pair 我觉得蛮难跟的 好 我们的Way King Yang 在River中了两对 那他这里继续过牌给对方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 这面上任何十是现在有顺了 而且他的两对又不是有S的两对 算是小的两对 所以 这边如果被吓住的话 变成是说他这边的KJ 变成是一个Drop Bluff的牌 然后 现在就看Huston 会不会把他的牌转成Buff 因为对手连续check了10跟River 很有可能没有 大的牌 所以他这边只有一个one pair 他可能也相信 他觉得自己 牌可能没有这么的大 所以他试着 有可能会把这种牌转成Buff 来做一个投机 因为假设他能跟A9 代表说他也会有A10 所以 他这边有可能觉得自己one pair 不够好会转成一个Buff 是有这个机会 嗯 那他这里确实 是拿积分牌下注 那他这个下注下得非常小 一半的样子 17万下注了8万5 那面对这个8万5的积分牌的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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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也不是用很大 对 因为Hackson他会考虑到如果我手上是有事的话 我会下注多少呢 对 那这对方会觉得他这是一个就是value bet 对对对没有错 价值的注 对 那我们看见这个out table 就是我们外面的那张桌 现在暂时还剩6位玩家 里面有包括中国的选手 谭轩 其实谭轩一直以来他各界对他的评价都算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刚好在比赛的时候运气 并不是说太好 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年是在欧洲比赛有赢一个大的 是吗 是他吗 应该是吧 我忘了 可是目前在 他好像没有在欧洲打过比赛 哦是吗 对 你有可能说是杨阳吗 我说是传 一样是传奇 哦一样是传奇 对 OK 那有可能 因为在亚洲目前我是 转播的过程 我觉得他是一个被运气埋没的实力型选手 那前几天我们有看见他好像在的牌牌里面 KK中摄的数点 他中了两次set 都不幸的出局了 谭轩这边是all in 10个砥柱 然后被一个David Peters统治的牌 然后把他打出局了 那这里我们显示是他被淘汰 没有进前圈 那这里我们有回到蓝桌 那这里我们有回到蓝桌 好我们的Richard Young 拿一个X King 结果他的下架是他的儿子 跟他拿一模一样的牌 那Richard Young 这个all in 他是又打了100个前阻 一百个前阻就对 一百个前阻就对 算是一个蛮大的偶尔 算是一个蛮大的偶尔 可是Y King Young 这是铜花这个 X King 我觉得他还是蛮有可能会更 他考虑的会是回家 会不会被爸爸打屁股 法贵 哈哈哈 那我们看见 因为这个all in 是一百个前阻 有些玩家会在这情况下 会考虑起掉AK 那因为这也是锦标赛 锦标赛不像常规座 就可以再次买路 他是一个只有一条命的 那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快进前圈了 这也会是这个选手考虑的方面 前圈是几呢 前圈应该是九位玩家 一样八十一名的玩家 对 然后现在已经是不能再次买路了 今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开解很多action 是因为玩家们都可以再次买路 所以他们都打得比较疯狂 有很多all in 嗯哼 那现在剩的玩家里面 至少是一半 可以进入前圈 那这边wiking 他选择了气牌 那球球打这边 那知道这个ghost 是非常厉害的牌 但是在这个一百个前圈 all in的情况下 是不能跟的 那现在我们action到了红桌 在这边我们看见在合牌 justin ponomo 应该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brough 对 他现在是有A8high的牌 在这边下了36万的注 那我们看见他在下这个注之前 这个底次不是那么大 他下了一个超跑的注 他下了一个超跑的注 那这边呢我们看见jungleman kate 他手上是顶队 而且他这个bet 感觉是200%的overbet 对 对就在18万的底次下注了36万 是底次的两倍 这个一对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对 可是因为他的一对 其实他除了首先他有top player以外 他要挡掉一些顺子的组合 你看justin ponomo 我之前有一直跟观众说 他是我偶像 你可以看他打牌 那种brough 不管怎样 他从头到尾都超级不紧 就是不会有任何紧张的感觉 对 心如止水啊 他是锻炼出来的 他是锻炼出来的 对他跟那个chewick 两个人都是一样 对 他每天应该有很多的静坐 对他现在搞不好已经开始静坐了 哈哈哈哈 直接开始了 而且刚好现在又是一个3way part 那 在这个3way part里面 可是应该pogoski应该是没有大牌啦 因为毕竟他是第二个中间的人 他没有做下足 所以是bonomo在最后一个位置选择下足 所以是bonomo在最后一个位置选择下足 好我们的jungleman已经想了2分30 还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 因为这个 呃 其实在不管打扑克啊 就是在扑克游戏里面 你 你花越多的 你的牌力跟你的跟注是成正比的 所以你 他打了200% 必须要跟一个很大的牌才有办法跟 好 被抓了被抓了 被抓了 被抓了 经过很久的思考 jungleman觉得这边 bogoski有够的bluff 你看jungleman刚刚在puffa盖掉了一个pucket coins 然后在这边抓了一个pucket coins 然后在这边抓了一个pucket coins 一定是有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 对 而且当然他们也对对方的打法非常熟悉 嗯嗯嗯 这全世界超级好客赛 就这几个人 真的 会去环游世界 都打同样的好客赛 那么看见这里 传奇扑克 呃 红桌的积分排排行 现在暂时是puffa领先 216个前注 接下来就是jungleman daniel cates 186个 呃 来自 中国